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景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中国触控面板厂商欧飞光 日前被列入了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后 遭到苹果提出供应链 本月16号 欧飞光公告下修业绩 预计2020年亏损人民币18.5亿元 与之前的预报盈利8.1亿元至9.1亿元相比 已经有盈转亏 少了苹果的光环 一夕之间变盘 由于业绩调降 欧飞光解释道 公司今年3月12号收到境外特定客户的通知 特定客户计划终止与公司及子公司的采购关系 后续公司将不再从特定客户取得现有的业务订单 欧飞光原本是苹果供应链上的重量及业者 界面新闻报道 被苹果踢出供应链之后 对欧飞光无疑是元气大伤 根据公司2019年年报 来自于苹果的营收就达到了人民币116.9亿元 占了欧飞光总营收的22.5% 当时第一财经引述接近欧飞光的人士表示 这一次欧飞光境外订单被终止比较突然 从企业层面来说只能被动地接受 地缘政治下的科技企业风险变大 越来越多的供应链企业担心会和华为一样 会在供应链风控环节做充足准备 但是欧飞光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止于此 现在又有消息传出 韩国三星电子其实也已经把欧飞光提出了供应链 韩国媒体报道 从苹果把欧飞光排除在供应链后 三星电子也把欧飞光提出了智慧型手机的供应链 2020年7月 欧飞光被美国商务部列为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企业之一 执行人士透露 欧飞光因此早在今年2月份就被三星电子提出了供应链 执行人士表示 欧飞光因为被美国指控涉嫌侵害人权 三星方面认为保留欧飞光当作供应商是有风险的举动 因此决定把欧飞光移出供应链 而中国媒体报道指出 有投资人询问欧飞光相关事宜 并且问到 2020年三星为欧飞光带来多少的营业额 欧飞光则是在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与客户签署了保密协议 无法披露与客户的供应关系 以及相关业务的具体订单量和销售收入 欧飞光更强调了 目前公司与境外客户业务量较小 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 中央社报道 中国官方特别的对欧飞光送暖打气 公信部长萧雅庆在24号率团 赴位于南昌的欧飞光未来科技成员期考察 并且表示到对欧飞光的未来是充满了期待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以共享单车起家的中国哈洛出行 近日理申请在美股纳斯达克上市 哈洛出行原名哈洛单车成立于2016年 目前除了共享单车之外 也跨足了电动车和轿车平台 并且传出将拓展业务至团购酒店市场 目前哈洛出行被视作中国硕果仅存的 新创共享单车品牌 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 哈洛出行2020年总交易数为52亿次 是中国交易量第三大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而哈洛出行发展的背后也有科技巨头的身影 他在招股书中披露 目前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蚂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持股达到36.3% 而哈洛出行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杨匪的持股只有10.4% 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 就是近期中国官方对科技业反垄断的头号目标 这也让哈洛出行在美上市一市格外引人关注 另外招股书中也披露 哈洛出行近三年的营收分别是人民币21.1亿元 48.2亿元和60.4亿元 近亏损则分别是22亿、15亿和11亿元 亏损幅度虽然是逐年涨低 但是三年仍然总计达到了48.5亿元 另外招股书中也坦言了 公司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中运作 如果这种市场不继续增长 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和营运结果 将会受到重大且不利的影响 哈洛出行的本地服务 特别是共用的两轮车服务和拼车市场 受到了高度的监管 如果政府对现有法规 采取新的法规或修订 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 哈洛出行也提到了 如果公司未能吸引和留住客户 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市展率 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本 来支持公司的营运的因素 也可能会使哈洛出行的业务、财务状况和前景受到影响 因此有分析直言 哈洛出行目前是持续地以融资方式来续命 自反送中与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民主与自由环境持续压缩 香港警方日前指出了 由外部势力透过代理人利用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 将全面的调查 但是相关行动引起新闻界的质疑 在模糊的定义下 是否代表着港府能够为所欲为的 针对不满意的声音开枪 中央社综合报道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近日表示道 不少外部势力利用在香港的代理人 用假新闻、假消息分化香港社会 他说 对于尝试用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的人 警方会全面调查 一有证据就会做出拘捕和检控 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席瑞凯德 因此致信邓炳强 提出了三个问题 要求邓炳强说明 信中指出了 目前香港并无法力针对假新闻 假新闻要如何具体定义 此外 什么形式的报道 例如文字、图片、影片、网上贴文 会构成所谓的假新闻 有何法理基础去调查和检控 最后 如何保证在调查假新闻同时 兼顾政府曾经许下的 保障香港新闻自由的承诺 公开信还说到 在香港的传媒对此事深切关注 所谓假新闻 过去常常的被世界各地的公众人物 用以攻击他们认为不利己的报道 假新闻立法也常在无数国家 被用作压制新闻与言论自由 许多媒体专家都已经停止使用假新闻一词 因其定义非常的含糊 另外香港外国记者会24号 在其网站刊出了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国家权的代笔回应 国家权写道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会果断采取行动 就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和搜证 我们欢迎任何有助维护法治的立法工作 国家权还在信中表示 香港警方一向尊重言论 新闻和出版自由 在不影响行动效率的情况下 警员愿意协助专业的采访报道工作 但是警方仍然没有针对假新闻的定义进行说明 香港展开疫苗施打工作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目前为止施打超过120万剂新冠疫苗 但是也传出了至少23起施打疫苗后死亡案例 中央社综合香港媒体报道 今天又再传出了一例死亡案例 是一名施打了中国科兴疫苗的75岁男性 不过香港当局强调 战无证据证明是由疫苗所引起的 需要进一步调查 此前一天官方先宣布了 一名58岁的女子被发现倒卧家中 宋院后死亡 而在死亡前10天 她曾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 由于她本身罹患了高血压与肥胖 卫生署称 暂时没有临床证据显示 死亡与疫苗有关 目前香港累计有23人死亡 19个人打科兴 4个人打腹病态 不过官方强调 多数案件初步调查是与疫苗无关 并且进一步委员专家委员会评估 确认此一结果 至于新增的个案 会按照既定机制 交由专家委员会 进行因果关系评估 待最终确认后 才会再发布 美国总统拜登 亦如外界所预期的 在亚美尼亚大屠杀106周年之际 宣告亚美尼亚大屠杀 为种族灭绝 这也让拜登成为了首位 做出此宣言的美国总统 拜登在发表的文告中表示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也不应该对这一系列性灭绝运动 保持沉默 他表示 美国人悼念距今106年 死于种族灭绝的亚美尼亚人 我们确认历史 我们确认历史并非控诉任何人 而是为了保证曾经发生过的 不再出现 一名美国官员也对法新社表示 这一项声明是为了强调人权的准则 并非谴责继承了 阿图曼帝国的现代土耳其 并且强调了 土耳其是北约组织盟友 亚美尼亚政府则对美国表达了感谢 而土耳其当局大力反对 土耳其外交部透过声明 谴责与抗议 外长卡夫索格鲁 在推特中说道 言语不能改变历史 总统发言人卡琳 建议美国总统复习一下自家历史 管好自家现在发生的事情 而总统埃尔多安则对此回应 这场事件的争辩应该由历史学家来进行 不该由第三方来将议题政治化 华盛顿邮报则指出了 拜登决定做此发言 却因土耳其惹怒了美国国防部 过去多年来 美国国防部 国务院 欧洲与欧亚事务局 总是建议总统 不要认定亚美尼亚事件 为种族灭绝 但是在土耳其 埃尔多安政府 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后 触怒了美国国防部官员 因为美国方面认为 这款武器和北约的装备不相容 可能对盟军安全带来威胁 除此之外 华盛顿近东研究所 土耳其学者卡加泰表示 美国对于土耳其在伊拉克 叙利亚的行动也不认同 并且说到 美国国防部 过去是土耳其的好朋友 但现在可真的是对立了 中国南方部分地区 自去年冬季开始至今 持续地面临干旱危机 中心社引述 中国水利部门消息报导指出 去年10月以来 中国南方地区的降水 就明显的偏少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西 贵州的降水量 都属于1961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少 其中福建的降水量较同期偏少60% 广东则偏少53.4% 除此之外 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 也较同期天高 摄氏1至2度 目前中国全国耕地 受汗面积达到了672万亩 有99万农村居民 以及32万头大牲畜 面临了饮水困难 针对此次的干旱问题 中国水利部门在4月22号召开会议 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 水情 汗情 以及水库蓄水情况 并且对汗灾防御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上强调了 此次干旱持续的时间长 将会针对严重干旱 对民生的重大影响 全力落实好各项抗旱措施 紧盯云南广东等等的重点地区 及时掌握地区蓄水 农作物受汗 民众饮水困难 城镇供水紧张等情况 加强水工程调度 让有限水源 充分地发挥抗旱效益 在保障生活用水安全的前提之下 千方百计 满足春冠用水需求 保障粮食安全 同时加快推进 干旱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建设 努力提升旱情监测预警水平 另外 广东东部的部分城镇 要开始实行限时限量限压供水 中共当局近来不断地宣传 全面脱贫 将此定调为当局的重要政绩之一 但是外界对于中国官方数据多有质疑 除了中国对于贫困的定义 远远较国际标准宽松之外 还传出了许多当地官员 求取书面脱贫 强制的取消补助 结果导致原有的贫困户 被迫面临更加艰难处境的事件 而中国官媒特地派员查访部分省线脱贫情况 没有想到就连未倒红舌的中共官媒也会遇到地方官员的不配合 甚至动粗 再一次体现出中国假脱贫的严重情况 苹果日报综合报道 中国央视24号提报了陕西省洛阳县假脱贫的现象 报道中还出现了许多荒谬的乱象 包含了记者的手机被抢 地方官员不承认问题 反却质疑记者是谁家的亲戚 引起了中国网民的舆论一片愤怒 在事情闹大之后 陕西省官方同日晚间才紧急的对外回应 表示会高度重视 将立即成立调查组 对所报道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 按照中国官方脱贫攻坚的规定 村子需要把无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等等的无保护进行集中安置 但是央视查访时却发现 陕西省洛阳县林口镇的安置房外堆满了杂物 根本就没有人居住 而无人居住的原因是该地的环境恶劣 就连用水都没有接通 所以民众必须自己找其他地方生活 当地村民指出 为了要迎接上级脱贫攻坚的验收检查 这些无保护集中安置点的修缮工作 都是匆忙进行的 所以水都没有接通 村里的干部就急着让无保护们集中居住进去 而随着洛南县摘帽脱贫之后 这些无保护的生活状况早就已经无人问津 而央视记者为了要了解该问题的成因 先是到洛南县扶贫开发局询问 可是遭到了公布满低皮球 工作人员表示 当地是无水的问题 这个要问水利局 而后记者跟随村民到洛南县水利局 几名工作人员却是疑问三不知 其中有人拨通林口镇乡镇干部的电话 而电话那头的干部还反问记者 你是谁家的亲戚 随后就匆匆地挂了电话 之后记者拿着手机拍摄水利局的大门 却遭到工作人员出手抢走手机 并且要求他立刻离开 而该报道播出之后 引起了民众热烈回响 反映出中国各地 都有这样的形式上脱贫现象 在微博相关的新闻讨论串 有洛南的网友指控 该线搞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门面工程 花费巨大 光是迎兵大盗的两排豪华路灯 就一个要人民币五万元 领导根本不把真正的贫困百姓当一回事 每一次都是应付一下检查 应付完了就不管 虽然该新闻播出之后 迅速地引起陕西地方当局高度关注 紧急回复表示会深入调查 但是除了陕西之外 中国又还有多少省县 存在相同的形式脱贫问题 发人吻金 而那些真正需要工部门介入帮助的贫困户 至今可能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国家保障 在当局的一场脱贫攻坚表彰大会过后 或许也就宣告着 中共当局的眼中与官方数字之中 贫困户 贫困人口就形同是不存在了 综合报道指出 根据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3号公布 西安交通联湖大队在当地领检时 发现了一辆轿车急速的倒车 并且撞断路数之后 驾驶就汽车逃逸 当时他们怀疑可能是通缉犯 警方缤纷三度拦截 狂追了两公里之后 成功逮捕造势者 结果发现该名造势者 是现年26岁的中国国家一级篮球运动员李志景 他刚与朋友聚餐时 喝了几瓶啤酒 经过检测 李志景每100毫升协议中 酒精含量为52.9毫克 确认属于酒驾 而他本人也承认酒驾 被罚款1000元人民币 并且调扣牌照6个月 并计12分 注销实习驾驶资格 而此事由官方爆出之后 李志景在个人社群平台上道歉 表示未来会言以律己 就像持之以恒 磨练球迹一样 谨慎管理自己的行为和生活 不过网友看到之后的重点 却多是放在国家一级的运动员狂奔 却没有跑过交警 笑称这个跑输的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也太强 4月23号 位于印度北安查尔省 与中国临街边境的大型冰川 发生了崩塌 并且因此引起雪崩 综合报道指出 崩塌发生时 两个边境公路营队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道路工程 当地最近的天候状况不佳 已经连续下了五天的大雪与暴雨 许多道路路面都已经毁损 雪崩发生之后 距离现场三公里的印度陆军部队 立刻的派员前往救援 但是可以抵达现场的道路 几乎都因为天候问题遭到封锁 使得营救工作一度进行缓慢 依照目前的消息 目前所知的 已经成功救出了384人 但是仍然发现了10人死亡 6人重伤命危 另外还有36人处于下落不明 太空是目前各国军事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内就宣布了成立美国的太空军 正是太空领域的国安威胁 虽然目前仍然没有看到拜登当局对太空军的下一步规划 但是早前纽约时报就曾报道 拜登有兴趣和太空相关的企业合作 以加强军事力量 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曾经表示 太空军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 而中国是未来最大的威胁 奥斯丁还说到 拜登政府有兴趣和太空相关的企业合作 以加强军事力量 也就是与商业太空的伙伴关系 过去奥巴马政府和川普政府都曾经使用这样的策略 这也是美国在增强军事优势的独特方式 而现在美国军方十分警戒的中国 也或将在太空领域采取新的动作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检星期六 在南京举行的中国航天日纪念活动上表示 中国将考虑建立抵御接近地球的小行星防御系统 路透社报道 中国近年来将宇宙探索列为一项优先要务 计划要在2045年之前完成一项计划 每年进行几千次的太空飞行 把几万吨的物资和乘客送进太空领域 中国官方新华社援引中国科学院士叶培建的话说 中国正在推动一项计划 让一个太空探索器在一颗接近地球的小行星上着陆 搜集样品 然后飞回地球 释放一个含有这些样品的仓体 再继续地飞往另外一个彗星进行环绕探索 叶培建指出 这项计划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而中国和俄罗斯上个月才签署了一项量解备忘录 要建立一个国际月球研究站 乒乓外交五十年 王岐山山旧情 基辛格单相思 王毅泼冷水 据法广报道 中美乒乓外交五十周年了 基辛格和王岐山致辞庆祝 基辛格作为五十年前美中破冰之旅的先锋 怀旧期待美中和解似乎很自然 然而王毅指责美国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途径 似乎让基辛格的努力显得徒劳枉然 对此法广刊发评论文章说 王岐山没有多大影响 他的讲话只是应付场面 毫无新意 而基辛格只是被华盛顿越来越边缘化的人物 然而基辛格曾多次被中共领导人隆重接见 包括习近平也曾在2019年11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赞扬这位中共的好朋友 为中美关系的贡献 不失时机地呼吁美国应该与中国相向而行 文章说 的确 基辛格与中共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 至于香港危机 新疆维吾尔被大规模关押 以及中共在国际上的咄咄逼人 基辛格视而不见 3月20日 基辛格还宣称 美中两国必须互相理解 否则荣景不在 世界将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险 3月25日 基辛格又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会 视讯会议上做出类似表述 中共越来越强大 美国要与中共这样的竞争对手谈判很难 不过 中共外长王毅泼冷水 不仅指责美国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途径 让基辛格的努力显得徒劳枉然 也让王毅善讲话显得毫无作用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司徒文 4月9日在具影响力的中国代理人一文中 批评基辛格是中共最重要的粉丝 文章指基辛格是单相思 一生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奉承中共 以此获得北京青睐 文章称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 当然只是在利用它 而越来越被华盛顿边缘化的基辛格 近年来的对话者基本都是王岐山 前不久 王岐山在博鳌论坛上担任报幕员 自称是临时主持 竭力为习近平登台发言热唱 文章认为 王岐山这次在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 说的几句话只是应付场面 这不光因为他的作用有限 他也许清楚美中关系到了这种地步 他旁敲侧击也毫无用处 与这场乒乓外交视讯纪念会并行的是中美视讯会 中共外交部官网4月24日公布 王毅的23日与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一段视频交流 文章认为 在这个节点上 美中视讯会应该与乒乓外交50周年有交集 但是王毅的发言 绝无乒乓外交的诙谐 王毅批评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 还没有摆脱上街政府的阴影 还没有走出对华认知的所谓误区 还没有找到与中共打交道的正确途径 总之 所有的问题都在美方 王毅还奉劝美国 不要打着民主人权旗号 搞价值观外交 报道认为 王毅的灵感也许来自外界 对中共的口罩外交 疫苗外交 战狼外交的批评 干脆给西方安上一个搞价值观外交 以求平衡 分析人士称 50年前 美中推动乒乓外交的方向 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预期 王毅现在把它形容为搞价值观外交 双方如何缩小分歧呢 报道说 如果基辛格还对50年前的那场乒乓外交念念不忘 如果他真诚的希望美中谅解的话 王毅这番表述 是否该让中共的这位老朋友醒醒了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跪交数据库 蚂蚁集团南逃扁扬起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监管单位 爆打蚂蚁集团一顿后 传出人行已经与蚂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蚂蚁集团交出自主研发分布式数据库 Ocean Base和移动开发平台MPaaS 协助人行推动建设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平台 中国界面新闻今天25号报道 早在2017年人行开始组织部分商业机构 共同开展数位人民币体系的研发 蚂蚁就是其中之一 2019年 央行数位货币研究所逐步引入 蚂蚁分布式的数据库Ocean Base 和移动开发平台MPaaS 推进数据人民币的技术建设 报道引述蚂蚁集团的消息称 目前已经在河马、大润发、天猫超市、哈罗单车 上海公交等场景进行数位人民币试点 同时在即将到来的上海第二届55购物节期间 除了六大国有银行之外 蚂蚁集团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 也将开展数位人民币试点 上海试点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 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线下线上消费 中国对蚂蚁集团绞杀打压 目的就是将其收归国有 除要马云出清持股退出蚂蚁集团外 日前也传出企图控制蚂蚁集团 价值连城的消费信贷数据 而今又要蚂蚁交出数据库及技术 蚂蚁集团恐怕难逃 变成央企的命运 美国年拨3亿美元抗中 中纪委也参与骂战 明目张胆黑中国 据自由财经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1日 通过2021战略竞争法草案 该法明定每年支出3亿美元 对抗中国影响力 中国官方气到跳脚 连日发文抨击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也在官网专闻开枪 称此法案明目张胆 确定目标 意在洗脑世界 抹黑中国 美国的行径必然是死路一条 中共中纪委在官网 抛出每年花3亿美金抹黑中国 这次连遮羞布也不要了的文章 反驳美国在2021战略竞争法草案中 全面抗中的相关规范 文中称 为了抹黑中国美国煞费苦心 豪志重金 在2021战略竞争法中 非但确定目标明确金额 也支持美国国际媒体署影响其他媒体 等于将全球参与中心抹黑中国一带一路的触角 伸向更多方面 文中 不忘翻旧账 抢美国找借口打压中国棉房企业 又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制裁实体清单 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文中还强调 美国的政治打压 不会蒙蔽政治正义跟世人的双眼 谁试图愚弄全世界民众 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国学院大学被接山寨遭查封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在线山寨大学 这次设施的院校更自称是国家级 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周五23号 对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国学院大学予以取缔 至此又一家国自投非法社会组织被查封 据了解 这一家野鸡大学还伪造了国家部委公文 又自称设有量子医学研究院等机构 新华社报道称 今年1月28号 民政部街道群众举报 中国国学院大学涉嫌未经登记 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后 将相关活动线索移送至北京民政局 并指定由北京市民政局查处 2月1号 北京市民政局对中国国学院大学立案调查 经执法人员调查 中国国学院大学对外宣称是文化部批准成立的传统文化高端教育学府 以弘扬国学传承文化为内容 已被纳入联合国全球和谐联盟世界和谐基金会 同时该组织还对外宣称有校区校哥毕业证书等 是目前国内外唯一具有受国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国际连锁型文化教育实体学院 中国国学院大学还伪造了国家部委公文 登记证书斯克印章 并发布带有中国国学院大学的所谓红头文件 据报道 一系列光鲜亮丽的背后掩盖不住其本事 通过设立分支机构 举办接牌仪式颁奖活动等方式收取费用 是中国国学院大学 骗钱敛财的主要方式 中国国学院大学对外宣传有90余家分支机构 执法人员经过调查查识70家 这些分支机构分布在北京、天津、广东、山东等地 业务范围涵盖乳学、孔学、周易学、国医药、少林武学等传统国学 以及量子学等领域 中国国学院大学国医药生命科学院量子医学研究所 是中国国学院大学的分支机构之一 该机构打着量子科学的幌子 宣称可以通过激发人体自愈系统及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 从而根治疾病、转逆衰老 报道指出 目前中国国学院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某某、张某某 已被公安机关击押 董明珠卸任隔离电器旗下法人及董事长 综合媒体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巨头的老板 接连退出集团货子公司的一把守卫纸 最新一例是格力电器的董明珠 退出旗下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4月21日 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成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董明珠卸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一职 由庄培接任 据公开信息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含单元机、多连机等商用空调系统的生产、销售、工程实施与服务 由格力电器100%空股 2022年1月 格力电器将迎来新一届董事换届 董明珠也已经67岁 外界对董明珠接下来是否能够连任 或者是否为格力电器找好接班人颇为关心 再加上此前一度被视为董明珠接班人的黄辉、望静东等人 在2020年相继离职 使得格力电器的管理格局更加复杂难测 此次接任者庄培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目前不在公司董事席位之列 其担任格力电器旗下包括格力电器南京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大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在内的38家企业法人 并拥有珠海格针投资管理合作企业的0.59%的股份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Tesla女车主被拘留5天后 或是丈夫不满行车数据遭擅自公开 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电动车品牌Tesla近日成为新闻主角 继早前有女车主在车展上 起车顶维权高喊刹车失灵 中国官媒也加入围剿 不过案情近日出现大逆转 Tesla公布事发前30分钟的行车数据 证实女车主父亲在撞车前正以每小时118.5公里行驶 而女车主因为大闹车展会场而被行政拘留5天 至今天25日获释 其丈夫透露要多陪妻子 又不满Tesla单方面公布数据 在上海车展维权的张姓女车主因扰乱公共秩序 被上海警方行政拘留5天 今天拘留刑满货事 她离开拘留所后来到丈夫李先生所在的酒店 李先生向中国媒体记者表示 她看见妻子非常憔悴 现在希望妻子好好休息 在张女被行政拘留期间 Tesla向公众公开了张女父亲驾驶设施车辆 发生事故前一分钟的数据 李先生认为Tesla未经车主及家属同意 就公布行车数据的行为不妥 认为侵犯个人隐私权及消费者权益 已经向河南省监管局省消费者协会投诉 央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指 维权者踩的不仅是Tesla一辆车 可能已经踩到智能汽车发展的痛点 他又指出智能汽车事故怎样鉴定才靠谱 行车数据是否隐私等问题 若未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 整个行业将会刹车不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